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点 老宋在微信上约小鲁 小鲁你来邻屏好不好 并表示希望可以来宾馆完成交易 他发给小鲁100元红包 做打车费 12点50分 小鲁如约赶到宾馆 随后两人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下午3点时 小鲁说自己要回去了 想让老宋按约支付3500元 但老宋只转账2000元给小鲁 小鲁不肯罢休 两人争承不下 气头上的小鲁说 要报警告老宋强奸 然后就真的打了报警电话 当时小鲁报警说 自己在林平街道某宾馆内被强奸了 而心虚的老宋立即将剩下的1500元转给了小鲁 拿到钱的小鲁 于是再次报警趁没事了 然后他便自行离开了宾馆 可是没想到民警不放心 继续赶往事发宾馆 等民警赶到宾馆房间时 房内室友宋某在了 床上被单凌乱 民警询问男子时 男子眼神闪躲 答不上来 民警便将男子传唤 回林平派出所调查 查明前因后果 警方将小鲁 老宋二人行政拘留 女儿长的权料 刘大利亚 詞织签人今晚好好享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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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